谁是这儿 老师 我 我正在上课 您等我一下呗 你在上课 就俩学上 少儿班 成人班 可笑 你这种程度的课 也能叫课吗 你什么意思啊 舞蹈学院的邹老师你认识吗 他是我的老师 上海舞蹈大赛他得了第三名 我是第二名 前辈 师敬 我当不起你前辈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切磋一下 您这是 你听好了 我十年没跳过舞了 如果你跳得不如我 就把这间舞蹈教室给我关了 我不知道我这个舞蹈教室啊 哪得罪您了 表面开的舞蹈教室 背地里干得见不得人的够当是吗 你这话说得太不讲道理了 我今天来就不是跟你讲道理的 该怎么办 你你都在 Got Pi 喜欢你 觉得 不 难过 我的手 不是 你们 我只会 你看 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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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维扫 您要是还喜欢这儿的话 愿意来的话 我这随时欢迎了 来吧 我听老师说啊 你跳舞可牛了 是真的吗 你给我跳来看看呗 行了 快走吧 再见 他每次都能把歪理 说得特别有理 好像所有的错 都是我一个人的 他一点错也没有 是我一个人在谈 实际上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放点药呀 怎么可能呢 我一个人造成这样的局面吗 真的 每一次跟他谈话 我都恨不能原谅他八百次 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 他还痛苦 感觉这个事情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都怒火中伤了 我都要被怒火中伤了 教乎奶奶你切好 我这招心洋葱的 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快那边 宝贝 来 为什么我再不想见他了 我再见到他 我少活十年的 我不见他 我能多活十年呢 你不见 那孩子得见呀 孩子不少见 好了好了好了 这孩他妈哭的 一把鼻子一把那个 早知现在也会比当初呀 当初 当初怎么了 当初 那干嘛呀 紧没弄眼的 有话快说 这你那言行举止啊 你现在每一句话都是胎叫 他都能听得见 乖 别哭 胎叫了 我跟你讲啊 别以为我怀孕智商就低 你以为我睁眼瞎呀 看不见呀 你俩肚子就憋着坏呢 你看你这么大一眼 你神神发光的 谁能瞒得了你什么事啊 赶紧修一下 我这弄完了下锅 给你老师吃的 你不能闻油烟味 对 你不能闻油烟味 不能闻油烟味 快去 你们俩就合伙欺负孕妇吧 人在做天在上 谁敢欺负你 一会儿替你吐槽算饭 当时看电视歇会儿 你是不是地形就要的事啊你 那满蜂窝我哪敢捅呀 我就哀其不屑 怒其不争 你说那会儿在咖啡厅 对吧 我给他出头 结果他的林震导哥 弄弄我没事找事一样 然后现在有声力俱下的 你不得心思 真难猜 不是 你五女吧 就长有心儿脸 实际有什么心儿啊 就你小舅舅舍占兰欢的本领 十个五里都顶不过 那你说他俩有戏没有啊 他俩有没有戏 主动权在你小舅舅 还没看出来啊 那你怎么知道主动权 在我小舅舅手里啊 我觉得他俩就是半斤对八两 都一样 行 绝配 来 我把这下锅啊 赶紧 快点 减肥 减肥 年轻真好 米苏 你喜欢博弈还是博弈啊 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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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不要跟我 遭一样的罪了 看来那个男人对你很坏啊 是啊 而且十分可恶 非常可恶 但是最可恶的是 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告诉他呀 让他付你付款费 孩子 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 这问题在于每一次我都得忍 实在忍无可忍了 我就发现一下 发现完了呢 什么状况都改变不了 我一点出路都找不到 米苏乌 我不得不说啊 虽然你有诸多优点 但是就这点 远远比不上我安提 那对付我爸特有一套 你 那个 你跟我说说 他怎么对付你爸的 嗯 我给你总结一下 要么 改变不能适应的 要么适应不能改变的 听得像不像那种 五百强的slogan 哎呀 不过这个对我不适用 我们家那个都四十多了 谁能改变了他呀 他这一辈子就这样 这世界上 没人改变了他 四十多怎么啊 我有个同学啊 单亲家庭 就是他跟他妈妈一起过嘛 去年 他才知道他爸是谁 五十多了 抽烟 喝酒 没工作 酒鬼等于是一个 但是呢 自从他知道他女儿之后 整个人就变了 酒不喝了 烟也不抽了 还找了份新的工作 还跟我那个同学 做公益活动 就好像 五十多岁才成年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 在这个世界上 nothing is impossible 只有你愿不愿意去做 来 吃饭吃饭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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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来 请坐 我要喝这个 孕妇汤汤 喝了宝宝聪明的汤 来 你喝点补充 不足心啊 乖 快吃 尝尝怎么样 老白 这汤真不错 不错吧 让你血里渣 来快吃啊 饭什么呆呢 吃饭 密宿 你看 你有两个这么好的闺蜜 那个男的 就让她 走 远离 说什么呢 这闺蜜跟男人怎么能一样呢 对吗 当然了 闺蜜肯定也不错 但是 你不能用美国的三观 来套论中国的情况啊 就是呢 中国有句老话 维萨你听过吗 您拆十座庙 不拆以中国 我说要 劝他们分手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在一起 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对吧 要不开心 那就 那就 放手 各自找到下一站的幸福 那放手不就是分手的意思吗 我刚才都没有牵过手 谈什么分手 吴云 不管你牵没牵过手 你都不能随便做决定 我做什么决定啊 你去 刚才你不是 不是我再也不想见她了 我再见到她 我少活十年的 我不见她 我能多活十年的 你不见她还在这见呀 还在不少见 我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你刚认识我呀 我这 这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很正常呢 不是 我是吴云 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孕妇 我翻脸怎么了 这是孕妇的正常表现 我知道了 产前抑郁症 你才抑郁症呢 我怎么抑郁了 我哪里抑郁了 我不正常吗 这是我的正常表现 我什么都看不了 我不能逛街 不能上班 不能做美容 什么都不能做 那我们怎么办 我总得寻找 吐围吧 你吐什么围呀 三围 我这个 我 我不能行动 我要在思想上吐围 我畅想古今 未来 你可以玩游戏 有复生 把所有看过的书 都唱了想一遍 古今中外 那种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我总有一招 我能制服那个余志恒 老白 小路 你们那套老生长谈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 满足我饥渴的思想了 Visa 你过来陪我两天吧 我啊 老白 千万不行啊 Visa 我听见了 Visa刚才跟我聊的 我觉得跟我特别对路子 真的 而且让我找到了那种 我消失已久的自信 你说的是真的呀 真的呀 Visa同意了吗 Visa同意了吗 同意了 你记得不得了 惊天大阴谋 简直就是个惊天大阴谋 行了行了 现在你就赶紧说完 同意 嗯 怎么说呢 我跟小舅舅 那毕竟是血外相恋 是吧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这么说你不容易啊 但是我跟你呢 连骨头都没有打断 所以说 我同意了 舅舅舅舅那套 那套自以为是的人生观 我鄙视的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正好可以趁此 好好折磨他一下 彭潇潇和余世衡 相识于 羽帆俱舍 两个人共同出演过 雷雨 哈姆雷特 还有美女也受欢 彭潇潇 毕业以后赴美留学 只剩下留小舅舅一个人 他失恋了 据我所知 这是我小舅舅至今为止 他们最认真 也是伤他伤得最深的一次恋爱 普罗旺斯慕斯卷 是他们曾经共同的梦想 他们想一起隐居在 普罗旺斯的乡间 那款慕斯卷我只吃过一次 怎么说呢 那种味道 只有一个字能形容 充满了爱的味道 我有个问题 说 他有什么癖 兴趣 还有 发生在他身上那些 比较就是经典的事情 就是只有他亲人才知道 这样我就好接近他呀 能够迅速产生共鸣 据我所知 在高中的时候 他得过黄歹性肝炎 跟别人打架断过两根肋骨 最爱吃的就是 吴丸炳家的谢可黄 还有就是最不喜欢女人哭 不喜欢女人哭 他喜欢吃什么呢 什么法餐 日料 羊蝎子 对对对 羊蝎子 羊蝎子 记下来记下来 不是羊蝎子 喜欢看恐怖片 惊悚的 更细致的东西 就要去问他那位 好基友了 什么意思呀 有话直说呗 你不心知肚明吗 我不去 你不去谁去啊 我挺着大肚子去啊 老白去呗 我把话说明白了啊 我是不会跟你们横歇一气 这是我不参与 为什么呀 你们才用一种错误的方式 来报复别人 这就是欺骗 懂吗 什么叫欺骗呀 你看你那样子 就像一个真机队的 你知道我们不是欺骗 懂吗 我们的意思是想 总之你跟我们是一国的 你就应该站在我们这一边 你们俩真的是太作了 是你吗 我要是男人我都不要你 还有你 本来她犯了一个错误 你们用更错误的方式 来纠正这错误 母亲 那你不支持我们了 我知不知道能怎么样 你们已经三比一了 你就不应该向我来 我发表什么意见啊 我不想说破坏气氛的话 送你们四个字 适可而止 谢谢